今天我来到了山东的一个农村 带大家看一个世界上最小的山 小到什么程度呢 你看了一定会惊讶 没有我的膝盖高的 而且爬上这座山呢 一秒都用不上 就在这片的农田里面 它被称之为靖山 我看一下这个数据啊 这个数据上面写的 全长也不过1.24米 宽也不过0.7 高只有0.6米 我们过去看一下 就在这片农田里面 大家可能分辨不出来 哪座是靖山 听当地村民说呀 之前有一个农民 他在地里面 就发现了这个靖山 但是那时候看是像一块石头 因为他妨碍他种地了 所以说他就想把这块大石头 给挖出来 但是挖了半天 把泉水都挖出来了 而这个山呢 还是没有见底 后来呢 就是也来了很多 专家过来考察 这个靖山 这个也藏了当地的网红景点 没错 就在前面 大家应该能看到了 就是一块 外表 外表看去像是一块石头一样 非常的不起眼 但是它却是一座大山 寿光这里啊 它是寿光这里是最高的山 也是唯一的山 我们看一下周围 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 这是玉米地 我们那边叫苞米 看一下这块石头 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我们来对比一下啊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吧 这个角度看 它还没有我膝盖高呢 这个已经成当地的重点 包护而误了 看到没有 我们再换个角度 在这边 大家不要以为 这个不起眼 我们地表看是一块石头 实际上它地下呀 是一座大山 也就是它的主体部分呢 都隐藏在地下了 为什么叫静山呢 就是因为它 静静地待在这里 也不长高 所以说呢 人们就接着它静山 这个名字起得非常恰当吧 我估计因为这里比较偏僻吧 所以说是没有游客过来看 路过的人呢 也会把它当作一块普通的石头 大家看到没有 这块石头啊 静山 躺在这个地里面 不是 农民伯伯不想把它给去除 因为确实是当务种地 实在是没法去除 它底下的根基呢 是非常庞大的 这是非常奇特呀 真的是太神奇了 这次来也算值了 终于看到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山了 大家应该没有第二个 大家应该没有第二个 有比这个更小了 所以说 受光也是有山的 不是没有 就是这个静山 这个石头还挺结实的 也没有什么列文一类的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发表自己的看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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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